武则天 早些人就说 武则天呢是山西文水人 就是因为他的父亲是这儿的人 他早些年是在做木材生意 然后因为当时在修建东都洛阳 他是想着能在那儿挣点钱的 卖点木材的 结果因为得罪的 就是我们历史上书上学过那个杨素 那个奸诚杨素 招之祸患 后来呢 李渊被任命为宾州刺史 宾州就是山西啊 然后李渊呢就跟 武则天的父亲就认识了 再后来李渊起兵啊 他就一路跟着李渊啊 当幕僚 然后直到最后李渊入住长安 所以他跟李渊是非常好的关系 因为他们俩一直相识 而且互相欣赏 所以在李唐王朝建立之后呢 武则天的父亲就入朝为官了 分别在扬州任过职 然后呢还在利州 利州就是现在四川广源 他也去过荆州任职 就是我们前一段时间去过湖北的荆州 所以大家知道这个 武则天其实并没有出生在山西 但他的父亲是山西人 而且因为他父亲也是一个商人啊 所以我们今天到了王家大尔 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就把这本书找了出来 武则天呢 他小时候有 具体出生在哪有多种说法 有的是出生在四川 有的人认为出生在长安 因为从武则天去世的时间来算 当时他父亲应该还在长安 但具体哪种其实并不重要 出生在哪 我们确实不搞考啊 即使现在学术的说法也是猜测而已 然后呢 据说武则天的父亲 他工作非常的认真 他当时一路跟随李渊 说自己家里孩子生病了 他也没回去 没请假回去 直到孩子去世 他表示很难过 但他还是要坚守工作岗位 然后他的媳妇得病了 不回去 很难过 但是他又坚守工作岗位 直到后来孩子 媳妇都去世了 李渊得知此事之后 哎呀 你这这么认真吗 你这上啥本啊 你这 那这早都晚 这总不能见你的吧 就当时就来自现在陕西华阴 那叫做红农 那块呢 姓杨的人 在当地是个大姓 红农杨氏 就给他赐婚了一个人 叫荣国夫人 红农杨氏 然后呢 这个杨氏就是 武则天的生母了 武则天呢 他小时候随父亲 后来呢 李渊去世之后 他的父亲太过悲伤 也就去世了 这么悲伤 也是悲伤的去世了 所以武则天的起步 绝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因为他父亲给了他很好的一个 受到关注的机会 后来他就入宫了 当了一个财女 只不过那个时候 李世民的年岁已高了 然后他俩其实并没有多少的 见过面的机会 李世民在病床上的时候 他去伺候 就认识了当时的高宗李治 所以他俩就互生情愫 后来李世民去世的时候 本来像当时这些宫里的妃子 都要送到感业寺 要在那会儿要出家呢 要出家为你呢 因为他们两个一直都很思念彼此 所以最后李世强 把他给接回来了 思念李治 他给李治写过一首相思诗 名字叫做如意娘 这一段呢 曾经给大家在直播间里提过 他写说 看诸成碧思纷纷 就是我想你 我想到什么程度了 我把红的都看成绿的了 我想你 我想起来脑子有问题了 你知道吗 我把眼睛都想出问题了 我把红的都看成绿的 就看诸成碧思纷纷 然后呢 憔悴之理未亦君 我想你想的心都碎了 Heart broken broken to pieces 心碎成碎片了都 然后呢 不信笔来长下泪 开香宴去石榴群 所以后来大家就听过一个词 叫做宴 拜倒在谁的石榴群下 其实石榴群就是红色的长裙的意思 所以呢 武则天呢 他爱恨恨果断 他知道自己要什么 他当时就写信 最后李志强 把他接回了宫里 武则天的一生呢 大概 大家会发现 他是个极其目标准确之人 每十年大概就有个人生转换 他入宫啊 后来立后啊 垂帘听证啊 然后分宰相权啊 然后称帝啊 等等 甚至他晚年去帝后 这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 我们为什么想要讲这个呢 因为大家知道 山西历史上 其实很多非常伟大的女性 比如说我们昨天 在林芬 林芬还有个非常伟大的女性 就魏子夫 她的弟弟魏青 包括她的外甥霍去病 对吧 然后杨贵妃 而这些都是来自于山西的女性 她们在中国历史上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 几页 所以我们想要讲他们 主要是想让大家知道 想让大家通过历史去关注女性 因为今天我们在 这个王家大院里头 大家会发现 小孩子 女孩十几岁 不能下楼 对吧 然后女性的通常会给她 相对有一个比较严苛的规训 好像她们从来是面目模糊的 但你要知道 你要忽略女性 那就忽略一半的历史故事啊 这个历史 当然不仅仅是由男性所创造的 他们其实更重要 然后到后来呢 她回到宫里 就跟高宗逐渐的 这个 之间就有更多正式上的往来 直到后来高宗生病了 她就开始参与正式了 664年 她开始垂帘听证 参决朝政 那年她才41岁 一个女性41岁 开始参决朝政 然后再到几年后 她就开始要自造一批文人学识 因为当时她发现 礼堂的这些旧臣呢 不听他的 对吧 全是那些官农贵族 他都弄不住 所以这时候 他就必须得重用 基层 然后自己 要培养一批人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从客观上 武则天促进了 中国科举制的 重大的发展 据说电视就是他发明的 因为他要分宰相之权 然后直到后来 683年高宗去世之后呢 他就 中中即位了 这个时候 其实小孩子 就是 子若母状的情况下 就出现 这是为啥 草原民族一般是 胸中地级 而不是腹中子级呢 因为他就担心 母状子幼的 这种情况出现 就是孩子 说话不定 母亲 那就是外戚就专权了 就容易造成国家的混乱 但是武则天 当时是一个 已经在政治场上 历练了好多年的人 他有手腕 他也有决心 他有智慧 他更有 那份果断 他杀伐都果断 所以呢 他当时很快的 就把控了朝城 然后呢 就改号为这个州 当时为了让 大家觉得这是 他应该做的事情 天下各种祥蕊 大家记得 我们以前去过 去过林童 当时你们看过 这个华清池的演出吗 对啊 长盒的演出 据说当时的 他要宣布要登机的时候呢 林童有一块 一晚上拖出来一个什么丘陵 然后上面长满了果树 结满了果 那按照常识理解的 肯定是假的呀 但是当时天下 就有很多这样的奇闻来报上来 包括浮现了一个巨石 哪又有什么东西 哪又有凤凰 总之各种各样 奇奇怪怪的东西 就验证了它的合理性 武则天改唐为周呢 其实就是要向访周代 因为那是一个 中国古代的太平盛世 所以后来大家会发现 历来的人都怀念旧的时候 因为人觉得旧时候都好 就像有的时候 我们现在会觉得 是不是从前慢 从前日色变得慢 车马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呢 反正我们觉得 那时候人都常情 那个时候事情都浪漫 做工都精细 那在你所怀念的唐宋 他们更怀念更早的周 对吗 大家听过杜福写的 治军尧顺上 在此风俗纯啊 对吧 那唐盛世 他也还崇拜 他还怀念尧顺的 所以 这是人的一个 共同的特点 太宗呢 他崇障这个汉法 武则天呢 他认为应该 应成周 所以以周就为号 也是为了表明 他要有 把天下回归周的 这种特点啊 治国方略和政治报复 后来到705年 中宗李显就即位了 武则天就 李显即位之后 武则天去世了 然后他与高宗就合葬了 合葬之后呢 现在仍然在 大家如果熟悉 就陕西那边的园上 全是唐朝的那些 唐十八岭 全在那埋着 然后目前留下一个 巨大的无字碑 关于武则天的评价 其实历史上是很 很变化 一直是很调整 一直是很丰富的 因为在唐的早期 其实在盛唐时期 他的子孙包 中宗锐宗 玄宗在位 都还比较尊宠他 所以大家会看到 当时李白在写诗的时候 把武则天列为了 唐朝的七圣之一 即位推崇 杜福也写实夸过他 对吧 你想 武则天的母亲是杨氏 据说杜福的妻子 也是红农杨氏 也是话音的姓杨的 对吧 一定程度上 可能都直接存在 某种 非常遥远的亲戚关系 所以这是一个原因 然后安史之乱之后 李唐王朝日渐率位了 所以这个时候 大家要找一个替罪杨 所以这时候杨贵妃被拉出来 后来武则天就也被拉出来了 所以后来就觉得 是个女的 祸乱朝政 然后误国了 然后到明 到宋 到礼学 到朱熹那会儿 那就把儒家就已经成了一个 比较禁锢 我们现在来看 就比较禁锢的一些 条条框框的 所以那个时候 对武则天的评价就更糟糕了 因为那个时候 可能男性的集权 男性集权是会发展到一个巅峰的 或者说至少在思想方面 发展到巅峰的 到元明庆后面 可能男性的集权还在继续 但是思想方面 可能人对儒家的 已经讨论到一定程度 就没有再大的变化 然后再到非常近代 人们对武则天的 就是宋明之后 到非常近代 人们对武则天的认知 才开始更加的理性了 对他有几个评价 比如他善用酷吏 因为他酷吏政治的一个缺点 就是很多人 有时候不分青红皂白 他就被误解了 甚至也就被砍头 被杀害了 矫枉过正 好像矫枉必须要过正 但这个也是 很多后人后来 很多后人后来 在看汉武帝的时候发现 汉武帝也是用酷吏 对吧 张汤嘛 那部墓还在西北政法大学 挖出来的 所以刚 这是对他的评价 但其实除此之外 武则天他也是很丰富的人 首先呢 他自己才华也很多 你看刚才写那个 对吧 开箱宴曲十六群 他是一个诗人 拳堂师里 还有他的诗词呢 据说收了有四十多首 然后他的文章也写了很多 大概说 据说有一百多卷 然后 但是大部分都没有流传下来 然后武则天呢 因为他当时要有新的 支持他的这些执政力量 所以他还大量的就 电视 然后招募人才 通过科举选拔人才 因为以前的这个选拔人才 可能必须你家里都是 名门望族 你才有选拔的机会 其实在之后 他可能又是回到了 那个名门望族的时代 但是至少 武则天城市 这个武则天曾经尝试过 把历史往前推一步 让权力下方的 更加基层的地方来 所以当时每年在神都洛阳 因为他不喜欢在长安嘛 他后来去洛阳 东都洛阳或者叫神都洛阳 当时据说每年有考生上万之中 连续考连续考 电视也就从此开始了 而且这个科举从唐到宋 然后到元明清 当然到后面到清朝成了八股了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科举的那个 对历史的巨大作用 比如说科举明经课要考诗词 所以唐代的诗词就显得 直到现在的中国文化上 繁荣到无法被忽略 光芒已经刺眼到 无法被遮蔽的一页 对吧比如说这个有了科举到了宋 神宗时期 大家知道加油二年千年龙虎榜 那一年的三苏 还有呢 曾拱还有二成 对吧 包整是他们前几年考出来 那一年的考官是欧阳修 所以我们想讲的是 他所开创的这个 其实为后世贡献了很多大量的文人 及几乎所有的人才 实事求实 然后所以到宋朝 他的科举越来越专业 到后来电视第一就是状元 历史上有很多致命的状元 比如大所书记的 像赫之章呀 像王维呀 像柳公权呀 像文天祥呀 像杨胜呀 像张谦呀等等这些 实业清朝 晚清的一个实业救国的人 叫张谦 大家也知道 不是陕西汉中那个 凿空西域那个张谦 是宝盖头那个张谦 所以这是历史上的那些状元 当然到后来到晚清的时候 状元考的时候 他就是 我们以前说北方的 南方的秀才 北方的匠 陕西的黄土埋皇上 那南方出秀才 比如到了清朝的时候 产最多秀才的时候 地方就是 于老师老家 就是江苏省 武则天呢 因为他特别爱才 因为他要重视人才 他的这个执政才能有人 去帮助他 所以他对很多人才 是非常宽容的 虽然他还任用库里 大家觉得他 好像也很残暴 但其实他对洛宾王啊 对很多的这种诗人 其实是非常的宽容的 所以说作为君主 武则天呢 他能够汇衍食材 而且能够跟知识分子 跟高级的知识分子 跟着有思想 有头脑 有见地 有表达能力的人 与这些人交好 向这些人讨教 其实很难得 所以杜甫曾经写他说什么 说唯西武皇后 武就是武则天 唯西武皇后 但你看他写的是皇后 后人肯定在 有意的纠正这段历史 唯西武皇后呢 林轩玉乾坤 那就是他也能管理天下 然后呢 多世进儒贯 他身边全是儒贯 全是读书人 然后默克 云屯 就是他身边的这个 人才特别多的意思 所以 这是武则天的一生 当然他死后留下 一个巨大的无自卑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后世有很多种理解 第一种 从一种自负的角度去说 武则天觉得 我这个功绩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已经文字无法表达了 叫words seem pale 就在英语中 有这样的说法 叫语言看起来是苍白的 当他想要表达 自己的功绩的时候 所以这有这种说法 当然除了这种说法 也有人认为呢 不是武则天自己太自傲 也有人认为是武则天到了晚年 就跟汉武定影醉起照 对吧 他晚年也在反思 他在皇宫中最后去世的那一刻 他一定也难过 他在想李治 当年高宗对他的爱 他是不是有辜负 他认为自己罪孽深重 所以呢 羞于利悲 他不好意思 不管是太自傲 还是太不好意思 好像都把一个人描述的太极端了 不要走极端 不要唱高调 不要走极端 不要唱高调很重要 就是永远要提醒自己 不要走极端 不要唱高调 不要有太重的偶像包袱 就认真做事情 珍惜做事情的机会 然后呢 也有一种原因 说是武则天呢 他这个称号太多了 没有办法统一 所以没有办法给定论 据说他一共有14种不同的 至高称为 什么皇后 二圣天后 皇太后 圣母神皇 然后圣神皇帝 金伦圣神皇帝 慈氏月谷 金伦圣神皇帝 等等等等 特别特别特别多 当然也有最后一种说法 就是李显对母亲怀孙在心 觉得他谋权篡位了 觉得他破坏了礼堂的天下 所以就故意不给他礼自卑 你去世了 我给你礼卑 那我不给你礼 不给你写字 说其实是 有人有一种说法 说是武则天生前 都已经编撰好了碑文 交给了他的儿子李显 但是李显就是不给上面刻 觉得你篡了我们礼堂的天下 不恨你 曾经我们兄弟俩 在你手下 随时都有被杀脱的风险 所以我不喜欢 但其实后来陕西文物研究所 考古时候发现上面 是有很多的这个方格刻的 而且这不是后人 按照上面那个风化的程度 觉得这可能是当时的 你想当时石碑上 都已经弄出方格 那唯一的用途就是啥 就是上面刻字 所以有可能 碑位已经弄好了 而且按这个算下来 说是3300多个 但是后来时局变动 所以从这个碑上刻的 这个方格来看 已经把方格留好 但就是要填字的 字没填 说明后来不想给你填了 那可能他去世之后 事情由不了他 所以大概率 有可能是他的这些后人 不愿意给他刻字 觉得这个人不好评价 你要是或饱或贬 以后时局变化的时候 都对你会有言辞 会有微词 所以他不好评价 所以这是刚才所说的 当然武则天 除了众友人才 他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兴奉佛教 所以他上次去洛阳 那个卢蛇纳大佛 就是他拿自己 就是给了两万罐的 这个支粉钱去修的 所以他对文化传播 也有很大的贡献 我们有一种说法 说是善化者留白 然后善乐者牺牲 善言者望语 然后善书者缺笔 就是你会画画 特别会画画 你其实不会把纸上画满 你会留白 你特别擅长乐器 其实你表达的声音 反而很少 很单一 这时候可能才能 更好地展现单个的特点 善言者望语 你觉得你特别会说话 你常常欲变又妄言 此时无声声有声 你觉得你特别会写 你只想提笔 不知如何落下 大贤者若吃 大鱼 大吃者若鱼 所以也有可能是这种原因 他自己最后没有写 但真正原因是什么 我们无从可知 我们只能从获释去揣测 这本书你就对他有一个 在一些史诗基础上 当然现在所有的人物传记 都应该是在史诗基础上 加入大量的想象 对吧 去还原史诗的 就是史料再参考 他都不可能给你百分百的 这个证据和细节 所以大会犯 不同人所写的人物传记 其实是不一样的 然后为什么讲这个 这个是 因为这是我们以前在四川当时 找那一套书 四川历史名人 然后因为有说法说 他小时候在四川生活过 他确实在那生活过 因为他父亲在利州 就是现在广原认知过 所以他在生活过 这是那写的一套书 当然关于武则天的传记 其实有好多种不同的 我们这本呢 就是第一个 有大量的现货 第二写的还可以 所以就给他推荐了这个 你不一定非要买 但是你可以去关注这个 我们其实是想让大家 更多的去关注 历史上的女性 但是历史上的女性 不止武则天这一个人 历史上有很多女性 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比如说孝文帝 她五岁即位的时候 其实是冯太后 对吧 一直在临朝称治 而且在后期 这个冯太后 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比如说我们今天给他 昨天晚上给他推荐 那个羊杂 那个叫金沙滩 对吧 那在瑟州以北 那就是以前古代 杨家将和这个 辽国的战场 那说到辽国 大家也想到了萧太后 对吧 就是因为萧太后 辽国才到达了一种 鼎盛时期的状态 她是功臣 所以比如我们 还有前段时间 去安阳去过的富豪墓 对吧 一个女性 身材并不高大 甚至我们从 那个甲骨温的 这个记录中 发现她可能还有 很多类的疾病 但是呢 她能征善战 然后呢 保家为国 所以历史上有很多的 这些女性 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包括我们以前提过 苏氏乌台诗案 差点头被砍了 对吧 苏氏曾经被救 其实就有太后的 一个重要的作用 因为曹皇后 就是新派和旧派 改革派和守旧派 他们不断的党政的时候 皇后及时的 拦了下来说 罪不至死 你不能 就是北宋不杀文官 不杀严官 所以苏氏 姓名得以保全 所以那些人 在历史上 其实做出了 巨大的贡献 当然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很多 非常知名的诗人 比如说大家背过 当然李清照 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千古第一才女 而且性格很有特点 大家喜欢这种性格鲜明 不喜欢那种 哄哄哄 模模糊糊 犹犹豫豫 畏畏缩缩 的那种人 我们喜欢这种性格分明的人 而我们还喜欢什么呢 比如说 大家看唐诗里头 也有很多 我记得 唐诗里头写那个叫啥来 就是劝君吸取 劝君莫吸金驴 劝君吸取少年诗 花开看着秩序者 莫得花控着 这个叫什么 叫 这个人叫啥来着 也是一个女性 上官婉儿 金国首相 然后包括大家知道 这个班昭 对吧 李清照不是陕西 李清照是山东的 李清照是山东 对 彭说蔡文基 佐伟君 对也是 杜秋娘 对杜秋娘 当然这个人 也有其他的争议 只不过现在多数认为 就是杜秋娘 对我说的是作者 这个诗的名字叫金驴 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班 班昭 他也帮忙写了 这个继续的汉书 因为他家里 一直就是修汉时的 所以 女性在李清照办 点角色很重要 我们今天因为来到了山西 而且山西历史上 培养出很多位 非常优秀的女性 而且因为我是来自陕西 大家知道 情境之好啊 对吧 所以我更应该在这里讲一讲 因此找到这本书 希望您能够喜欢啊 需要捧自己去拍吧 感谢观看